2018年NBA休赛期,胡仁队为了重现紫金王朝的辉煌,从自由市场签约的现役联盟第一人詹姆姆,他们有没有可能讲乱西部争冠格局,詹姆斯能够把东部八进总决赛的辉煌战绩带到西部,并率领胡仁队应汉勇士队吗? 下面我们就来理性分析一下,西部三大顶级球队,胡仁,火箭,勇士队,三个球队每个位置的球员配置,就能从中找到答案了 大前锋这个位置的话,勇士队格里场军阶级三双的数据,个人能力非常全面,在三个球队首发大前锋里面,实力肯定是排名第一的 至于胡仁队的库子马,虽然防守能力不怎么样,但是他得分能力却是三队里面最彪悍的 火箭队的坦克虽然得分能力偏弱,但是他的防守却非常强硬 同样是一名超级汉将,至于他和库子马水队球队的作用贡献更大 就不好说了,很多东西不能只看表面数据 总体来说,大前锋这个位置,勇士第一 胡仁队两名大前锋,综合排名第二,火箭队第三 中锋这一个位置的话,三队的实力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勇士队的考献司,完全是独一档的存在,就算拿出八成实力 都足以吊打火箭队与勇士队了 至于第二次则是火箭队的巧佩拉了 在灯泡主盒的卫兵下,他已经逐渐拥有全明星替补中锋的实力了 胡仁队的话,这一个位置就有点捉紧尖走了 如果想要找了西部格局,问定总冠军 这个位置必须补强,得分后卫这一个位置的话 三队差距也是非常明显 火箭队的双凳组合,放眼整个联盟,都是独一档的存在 至于第二的则是勇士队的首发汤普森了 全球最强的三地球员,胡仁队的话 应付常规才有余,想要夺冠 这个位置还是偏弱了一点 明年可以考虑向挖角掏神,控球后卫这一个位置的话 勇士队拥有联盟现役第一空位库里 实力肯定是排名第一的 火箭队保罗排名第二 胡仁队的话,在空位这一个位置虽然比不上他们 但是这一个位置的实力差距也不是很明显 毕竟龙多是一个可以升千多值的超级怪牌 鲍尔的话,实力同样不足 像前锋这一个位置的话 胡仁队错拥一张姆斯加英格拉姆 他们这个位置的实力绝对是全联盟最顶级的 勇士队的话,排名第二 火箭队的刺肢 但是差距应该没有想象中明显 毕竟14个赛季场均得半20加的钱瓜 肯定也不是吃醋的 胡仁队五个位置 小前锋占优 大前锋和空位差距不大 但是在中锋和得分后卫这两个位置 存在明显的短板 暂时还不具备搅乱席不争贯格局 和隐喊勇士队的实力 必须要等到下赛季的休赛期再进行补强了 至于最适合的人选 应该是汤神 因为既能补强自身 又能削减竞争对手的整体实力 可谓是一举两得